你常常一喝酒就会满脸通红吗 要注意哦 这是因为你的基因缺乏了乙醛去青酶 造成酒精代谢出现了问题所导致 根据2016年美国史丹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发现 47%的台湾人 体内基因缺乏乙醛去青酶 平均两人中就有一人有这样的状况 高居世界第一 而基因缺乏乙醛去青酶的人 如果每天喝两杯以上的红酒 罹患食道癌的几率将比一般人高出50倍 为什么基因缺乏乙醛去青酶 罹患食道癌的几率比较高呢 在基因完整没有发生缺损的情况下 含酒精成分的饮料进入人体后 会先由体内的乙醛去青酶 将酒精代谢成乙醛 再由乙醛去青酶代谢为醋酸 但是如果基因缺乏了乙醛去青酶 乙醛将无法代谢转成醋酸 导致过量乙醛长期累积体内 而乙醛已于2007年被世界卫生组织 列为一级致癌物 长期累积人体将大幅提高食道癌的风险 如果你喝酒会脸红 就是你基因缺乏体权去青酶 长期饮酒将对身体造成伤害 千万要注意